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社交游戏 WWF狂热社交 大家看一下可选的角色 一共是十个人 我选择了百万美元先生还有霍言进行组队 第一组打的是蛇王和中级战士 游戏一共有两个模式 默认的就是组队 还有一个是六人的大乱斗 本作出品的时间是1991年 一共出场的人物是12个 除了默认可选的时刻之外 还有两个boss 昨天录制的是MC版 比本作出品的时间要早一年 可选的角色是8加1 当时的街机机版 性能上真的是比加油机强不少 昨天有小伙伴提醒我说 本作还有超任版 过一段时间会给大家录制 第二场打的是一个组合 破坏者 游戏每个周末要打五个队伍 其中最后一个队伍是固定的 墨尔军团 想要完美通关的话 要打两个周末 其中单人的这种组队的组合 会被打散 重新组队 现在台上是四个人 躺面一度非常混乱 压制三秒的话就算是获胜 对方血量少的时候 使用锁计也能够获胜 但一旦你使用压制或者锁计的时候 两边的队友就都上来了 压制的过程当中 或者锁住的过程当中 对方的队友是能够把你打下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 把对手往自己的擂台 这边控制 这三组打的是完美先生 还有大老板 刚才明明看见大老板 好像是没多少血量 但是决力的时候我竟然输了 我感觉游戏是有一定的保护机制 就是不会让玩家完全的一帆风顺的 每次决力都获胜 尤其是当对手没有多少血量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有一点预感 肯定会输两回 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其他的手段了 或者是使用远程的打击技 或者是跑动 一副组打的是血行中士 还有地震哥 看地震哥的体型应该有400斤左右 无愧地震之名 对面跑去换人了 换人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上去抓他的话 一般都会被摔啊 游戏的操作剑实际上只有两个 分别是拳还有脚 两个一起按的话是跑动 如果被对手摔下擂台的话 也能够通过DB按键 爬上来 刚才我压制的地点就不好 太接近对方的半场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在场地的左半部分进行压制 压制之后 自己的队友上来 直接一个跑动攻击 不管这个跑动攻击是输了还是赢了 都能够阻挠对手进行救援 现在看到的这个组合就是末日军团 中间的主持人是杰尼·欧克朗德 末日军团这个组合一周目还可以 但是二周目特别难 我基本上已经知道 第几次抓对手的时候 我会吃亏了 第几次抓能赢 对方倒地之后 站在他的藤部 是能够再把他抓起来的 这种情况下再摔他一次的可能就很大 但是如果他的血量剩得很少了 并且急于去换人的话 咱们也是可能会输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爬力柱 通过方向就可以 不需要按其他的按键 我的百万美元先生体力没多少了 把霍业换上来 被换下场的同伴会缓慢的增长体力 我现在选的这个百万美元先生 是泰德迪比亚斯 可能很多小伴 看过小泰德迪比亚斯的比赛 老泰德曾经把自己的腰带传给他了 我感觉可以压制了 队友赶紧上来 队友衰赢了 但是我被掀下来了 我要记住哪个对手的体力是所剩无几的 如果对方的角色是45度趴在擂台上 那么你是可以发动特殊攻击的 对方倒地的时候 如果你站在腰部是可以踩踏的 如果站在腿部 AB前岸是可以使用锁迹的 站在头部的时候 AB前岸就是 非洲 这里杰尼进行了一次播报 经过了几场比赛之后 新的冠军队伍诞生了 这支队伍的成员是百万美元先生 还有霍野 二周目的第一组打的是 血腥中士还有蛇王 对面的组队已经和一周目不一样了 我还是换一下人吧 把血量少的换下去 每队比赛结束的时候 血量是继承的 获胜的话会得到一部分的回复 摔了我一次之后 对面想跑了 尽量不要让对手换人 但有的时候真是拦不住 上去抓对手就会被摔 压制一下 对手上来阻拦 虽然对方是一个二人组 但只要你压制住一个对手的话 就算是获胜了 第二场还是破坏者组合 二周目的难度 我感觉比一周目高了不少 大家注意屏幕左下角的时间 每场比赛的时间 看起来是半个小时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流失的速度 恐怕是十倍左右 所以每场也就三分钟 我感觉我摔得已经很重了 这个家伙分身就起了 而且我有预感 如果刚才我上去抓 肯定会被摔的 用了一套打击技 今天还吃了 四拳才打倒地 二周目的第三场 地震哥和完美先生 我不太理解 四百斤是怎么举起来摔的 对面站那儿不动的话 我都没办法把它摔倒地 就更别提像过肩摔 这种夸张的方式了 对方要跑 我不敢往上贴 我贴上去肯定会被摔的 而且摔了之后 是在对方的半场 搞不好要吃大亏的 场上又是四个人混战 只要我输出的够快 他的体力就涨不回来 还是要往擂台的左边摔 感觉差不多了 都要趴上去了 队友赶紧支援 这个套路还可以 二周目的第四场 打的是大老板 还有终极战士 本场一定要注意体力 因为下一场就是最终BOSS战 多一点体力就等于多一点胜算 对面要去换人 好家伙改拳击了呀 这个节奏不错 我感觉刚才必被摔的一次 双方再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这样后面就顺利很多呀 倒地追加两次攻击 然后压上去 三秒了 最终BOSS战 二周目的末日军团 我感觉这个组合摔我的几率 比其他组合高不少 给大家演示一下锁技 这个锁技也是掉血 但是对方血量多的话 肯定会失败 身后的锁技也是一样 虽然会失败 但是对方也会被扣血 如果对方血量所剩无几了 那锁技还是能够获胜 二周目BOSS的体力 是不是也多了呀 我感觉好扛胆呀 要去换人 我没敢贸然的上去抓呀 用跑动攻击 把对方打倒之后 上去压制 结果被掀下了 我有点分不清哪一个是血量少的了 破爷在提醒我呀 投币恢复体力 好的家伙 内构模式是吧 还有内构属性的阶级游戏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说复联 也是投币恢复体力 另外还有双阶龙 三代 投币的话可以购买招式 离谱啊 进入决胜阶段了 双方我估计都没有多少体力 对方45度躺在台上了 机会来了呀 另一边的战况已经不重要了 能够僵持住就行 比赛结束了呀 破爷还在攻击 结果自己躺地上来 这样的话就正式通关了 游戏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但内部一些机制对玩家不利 那好吧 这样一款阶级平台的摔跤游戏 WWF狂热摔跤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